欢迎回来 我是杨永明 我们这一节来谈 中美之间的交手 继续深化 在军事的层面 其实自由时报这边报道 把MQ-9拆解装进 C17的机舱 美军在新加坡的航空展览 要秀它的远程投射能力 远程投射能力 那之前我记得 中国大陆的红旗飞弹 然后由运20送到了 应该是东欧国家 那也是一个展现远程投射的 运输的能力 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机队 就派参加新加坡的航空展览 将这样一个死呈无声机 各位看到 这是死呈无声机 把它拆解放进去 那今天早上 美国的B-52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 从关岛飞往新加坡航空展 各位看到这个是画面 那事实上 在这航空展里面 中国大陆提供了 攻击11的隐形无人机出现 那同时 这个是作为全球 第一次大型机翼的隐形无人机 在公开的这个展示 各位看到 这大陆做的攻击11隐形无人机 当然美国也就不落后 把MQ这个死神9A无人机给装住 装入的就是运输机里面 运往新加坡 那这个大陆这边的攻击11 攻击11隐形无人机 它的飞行范围可以达1500公里 而且具有填充弹药的能力 制空跟突袭能力 也是十分的优秀 那同时呢 也是武装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这个腰洞M1海外的首秀 这是海外的首秀 那我们进一步再看到 中美的科技战 雷蒙多又出现了 他想要领导全球半导体产业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说我们需要第二个晶片法案 一个还不够 一个还不够 如果美国想要在半导体产业 领导全球 要重拾半导体供应商的 供应链的领导地位 一个晶片法案不够 需要第二个晶片法案 或某种持续的投资 他讲的晶片法案 在这边讲 当然是说在投资上面 因为前一阵子 他已经开始在发钱了 对不对 从Intel到革新 他开始在发钱了 台积电现在拿多少钱 我们也不确定 但是他说要给更多的钱 但是是不是 因为晶片法案 另外一个意涵的代表是 对中国大陆晶片产业的管制 对不对 所以路透说 当华为推出Mate69 Pro之后 美国开始进一步扩大打击 中芯国际 是Mate 这样子的包含禁止该公司最先进的工厂 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 所以今年你看到半导体的强力的补贴 来自于大陆的 也在给予中芯 华为也是一样 双方都在做补贴的协助 政策性的协助 所以要打破美国对先进制裁 晶片制裁的关键 这是两个主要的参与者 那进一步我们看 在就是贸易战 贸易战关税 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说 川普拜登两任政府 即高关税 那中国商品就落到墨西哥 输往美国 那事实上因为 这边看到各位 它就走 所谓的叫做进岸外包 进岸外包 就不再从中国大陆投资这个进口 而从墨西哥进口 那分析很多数据发现 其实中国大陆就经由墨西哥 投资到墨西哥设厂 出口到美国 这已规避川普的 跟现在拜登的 所谓的高关税的措施 是这样子吗 那美国怎么会不知道 美国当然也知道 这些商品 你不从国外进口 难道你自己做吗 那美国将会投资 数十亿美元 更换中国制造的 港口起重机 港口起重机就是 你看到的很大型的 这边图片只是一半 很大型的起重机 其实全世界 这个大概No.1都是 这个中国大陆生产的 中国大陆生产 那他说这个东西如果 这边帮各位解释 他说如果台海发生 这个冲突的时候 那可能会遭受到 中国大陆来的骇客 让美国的港口全部瘫痪 因为这个都是 中国大陆制的机器 里面的晶片 程式 都是中国大陆制造跟撰写的 所以可能会有 中端的控制跟攻击 美国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我觉得还蛮严重的情况 大使 对 其实现在国际上 因为这个战争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冷战后以后 事实上只有美国发动一些攻击 可是其他国家这些混战 现在越打越烈 所以事实上国际军武市场 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 大家这种大型的 有关军事或者海上的这种 这种装备的这种 大型的国际展览 现在都广受关注 各国也在争抢武器市场 可以预见的 未来这几年 国际武器市场是一个 很蓬勃的几年 所以这些相关的展览 国际展览 就是说受到关注性很高 然后各国也把这些 好的产品都送过去了 美国当然MQ-9 这个死神无人机 是它已经入列多年的 服役多年的 也是现在美国的 主力的无人机 很多重要职务 可是最近虽然它在 新加坡航展还是 基本上还展现它的实力 想多卖一点这些飞机 可是问题就是说 刚刚才前几天 这个MQ-9在夜门被击落 没错 被击落一架 而且夜门武装部队 所以它说我是用我自己制的 那个地对空飞弹把它击落的 那夜门是一个什么游击队组织 自己做的地对空 乌赛组织 乌赛组可以把这个MQ-9 从天上打下来 MQ-9对这个MQ-9 这次到新加坡虽然他把它拆解了 用这个运输机运过去 可是可能对MQ-9这个销售 可能会有影响 蛮糗的 对 相对的中国大陆 这次送去的这个攻击11 它是世界上第一台隐形无人机 而且中国大陆事实上 这个飞机也算蛮成熟的 因为它2016 它就已经进入中国大陆的 大陆的空间已经自己在服役了 愿意拿出来卖 以大陆军售它的这些规矩来看的话 就是说它不会把第一线的东西拿去卖 那问题就是说第一线的东西 它甚至它刻意要隐瞒 就是说要保密 所以这个攻击11型愿意到这样子的产 公开亮相就表示 它的武器系统里面有另外一些 更先进的 已经在那边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一次的中国大陆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5直10M1 这个也是10机飞过去 这个就是说 武装直升机 10双直升机飞去 可见中国大陆第一个 装备的先进性有信心 去跟美国 俄罗斯的这些装备 第二个 中国大陆也很重视这些市场 那么可能就是说在 国际军武市场竞争上 中国大陆准备一展 一展实力 好的 将军 这个美国说要把起重机换掉 我只能说哈哈哈哈 笑话来讲 港口起重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有80%都是用 中国这家叫什么 叫振华起重机 对 对 它有80% 你知道同样一台起重机在美国 如果它人工去造的话 要1亿美元 然后振华它做多少钱 大概8000万美元 它只有它的8折的价位 你现在已经买的东西 你把它全部拆掉 你美国自己做 第一个 你有没有这个工资 第二个 你要花多少钱 你之前投资80%的机器 你都把它拆掉的话 你这个一得一失之间 你要花多少钱 第二个 你技术做得到做不到 其实振华来讲 已经是全世界讲了物美价廉的 一个产品 你现在要把它全部拆掉 你说这个远端控制 就是有没有可能 那当然是远端控制的 他为什么讲它远端控制的 因为振华它这个起重机 卖到全世界所有国家 如果说是这个机器 有些什么问题来讲 损坏或必须要维修的话 它就可以远端来维修 美国担心是担心这一段 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既又担心 可是你又必须要用它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 大家讲拜登叫他叫什么 你叫拜振华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起重机 因为他在那个起重机前面 照了一张相 他说我们都要made in USA 就是东西都要从美国制造 但是他那张照片的后面 他把那个振华用国旗 美国旗把它遮起来 结果没想到一阵风吹过来 把国旗吹掉 露出来振华工业 就变得很糗 所以人家就给他开了文章 叫振华拜振华 大概是因为这样子 他决定要把那个换掉 对 所以我想说攻击11跟MQ-9来讲 攻击11彻底碾压MQ-9 我这不是替中国讲话 我们几件事情来讲 第一个 攻击11它是无人机 无人机它就 你就不容易发现到它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可以当歼20的中程寮机 就是它不是一架飞机 它旁边飞行员 现在歼20已经是双座的 后座那个你就操作歼11 所以它可以跟着它一起飞 然后它带着战舱又隐形 你想想看 歼20也是隐形战机 它带个隐形无人机 那个战力有多强 第三个我觉得它比MQ-9要强的 就是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面起降 我们知道它不只是航空母舰 现在我们所谓的福建号 它还可以在哪里 它现在最新型的叫076 076前面有两条 我们现在看到的卫星照片 它前面有两条弹射系统 40公尺长 它目的就是弹射 这个攻击11的无人机 所以我觉得说是 如果说从这上面来 从这三方面来比较的话 第一个它无人机 第二个它可以当冲城辽机 对 它攻击距离更远 它的气弹量也不会比它少 第三个来讲的话 它可以从航母上面起降 它航母上面起降 如果航母在这个 我们讲第一岛链来讲 它再放出去它的攻击距离 作战半径是1500公里来讲的话 它可以直接飞到你观岛去攻炸 所以不只是观岛 搞不好到珍珠港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说美国 不管在工业上面 或者军工业上面 就很明显落后 关键在一件事情 美国为什么做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相关的这种 重工业的基础 它想要说是靠软体计算 或者是这个方面来取代这个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你武器的东西 你是很务实 很实在的东西 你MQ-9现在已经被击落好多架 不只是那天被击落 它在俄罗斯可以还是上空 被撒油 有没有 不是被俄罗斯人家说喷尿 被撒油已经也堆毁过好几次 所以说有人 未来的作战一定是无人机的世代 你MQ-9如果这是有型的 就是雷达看得到来讲的话 对你的这种 不管是生存能力战场上 生存能力影响关键就很大 我觉得未来是无人机的世界了 那今天实际来讲 这方面各个相应都彻底的碾压MQ-9 不止无人机 现在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 已经在筹组第二群的无人舰队了 那这个是最新的发展 永平 是 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在美国通过第一个晶片法案 没有太久 马上就说我们需要第二个晶片法案 而且太形容 他为了跑这个晶片法案 他到处忙碌 整个操作 他都弄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 好 我们就要问 这个雷蒙多他气急败坏 要推动第二个晶片法案 所谓何来呢 其实第一个不外 他要扩大 对中国大陆的禁止输入 美国的晶片的范围 他要扩大 因为第一个晶片法案 他可能限缩在 你用高科技 军事武器什么的 第二个他现在稍微有透露 也许以后车用或者是一些民生适用的 他还是要进一步的打击中国大陆产业 第二个他其实要做什么 他其实希望授权美国政府更大幅的补贴 晶片产业 好了 那问题是这个矛盾在哪里呢 第一个 今天美国整天指控中国大陆 认为贸易不公 我要加关税干嘛干嘛的 他讲的就是说 因为你们这政府整天都在补贴 你的企业 好 那你今天你自己政府也来补贴 这算什么事 对不对 这样你逻辑会通吗 好 那第二个 他要再次的限缩 他民间使用比较低阶的部分 可是中国大陆有在怕吗 之前那个高阶的 你可能真的卡住中国大陆的喉咙 可是你到了中阶以下的 中国大陆现在越做越顺手 而且它的车用的部分 它自己包含锂电池的掌握等等的 它已经占据了很大幅的市场 你这样子对它的封锁 很可能只会造成你自己国内 买不到廉价的好产品 然后通货膨胀的加剧 可是你很难要求别的人 同步的去制止中国大陆 更好用的产品 就像刚才讲的货柜起重机的问题 最后讲一句 日本台积电一样投资美国 一样投资日本 结果投资日本设厂顺利 效率频频非常的优秀 就投资美国到处受挫 跟美国有没有补贴什么 全部没有关系 工会跟你抗拒什么 整个企业文化完全水土不服 那你现在就算你在第二个 这个晶片法案 你能解决美国企业文化 还有劳工的问题吗 那你是不是反而 让日本或者韩国 你的最好的盟友 又有机会在这件事情上 站上上风 来跟你美国 反而又进行一个竞争呢 对 大陆网友 以前开玩笑说 川普叫川建国 那现在这个拜登呢 叫拜政华 还可以这个对比押韵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